另外来看到台北市的阳明山上 今天也是相当有感 知名景点花中公园 路面积水不断冲刷 还有摊上的棚架破裂 而在中山楼附近更有路数倒塌 除了影响交通 有部分还压在电线上 导致电线杆倾斜 另外看到在文化大学和小油坑 这个风雨的威力不容小觑 有机车被吹倒 人要站稳都很困难 强警风雨袭来 阳明山热门景点小油坑 露宿剧烈摇晃 刮起狂风 滂头大雨狂炸山区 实在惊险 雨是跟风势呢 都是变得非常的强烈 整排它都是有倒地的状况 危险场面还有文化大学 一早就狂风震震 呼啸而过 校园植物左右摇晃 风势威力超强 连人都快站不稳 最大的震风 总是一度来到了12级 人都会有站不稳的状况 机车敌不过强风被吹倒 学生出门买早餐也全是石头 雨大风更大 文化大学测得12级瞬间震风 早餐店业者生意也受到影响 我来这边坐了20几年第一次碰到 山上就比较大雨 同学就出不来 风雨狂炸 中山楼附近更有露宿 硬生倒下 露宿倒塌压到电线 电线干也明显倾斜 找的没办法 陆树占据三分之一的道路 险向还生 当地居民避免财损 已经做好准备 今天风比较大 有准备好了 同样做好准备的 还有花中公园附近摊商 只不过防护措施 还是敌不过 狂风作语 整个晚上原本台的风雨 真的是非常的大 铁架的部分有点毁损 上面盖的这个遮雨棚 也是通通都已经破裂 防护工具被吹破 里头身材工具一览无遗 现场更是露面积水 流水不断冲刷露面 康瑞台风席准全台 山区沿海都有惊险场面 记得张统领米州台北报导